光是这笔钱 台湾其实就已经出不起了 说真的 台湾要是把这笔钱给付了 那么其他事都别做了 比如说机场不用修了 公路不用修了 很多地主建设都不必修闪 你来到重庆坦白 我是欧崇敬 我们看到台湾近南 我们已经都听到要开征所谓的战争税 是的 你没听说 这个是战争税 真是没错 那么战争税是什么呢 是谁要打仗呢 当然是台湾可能要打仗 他才会说要升战争税 这话可是1949年以后的头一招 也就是蒋介石他们爬到台湾来以后的75年里面的头一招要赠战争税 我们要问了啊 为什么在蒋介石的时候没听说他升战争税 蒋经国的时候也没听说 李登辉的时候没有 陈辉别的时候也没有 更别说马云九 却为什么是在蔡英文的任期的最后两个月里面 传说要登战争税了 这个战争税是为什么 现在整个台湾根本没有打仗的气氛呢 大家说怎么没有呢 不是有金门撞传事件吗 但大家别忘了 那个金门撞传事件啊 是管毕临自己干的 其他的人呢 全部都是不赞成他的 那么这个战争税是怎么放出来呢 答案是税务部门给放出来的 请问税务部门为什么放这个话呢 当然只有一个解释 那就是蔡英文办公室给放出来的 那么大家就要追查了 是蔡英文亲自说的吗 当然这里面你找不到任何一定点的痕迹 那么大家就进一步再问 行政部门吗 行政部门里面有这个传说吗 行政部门坚决否认 那么意思就是说 在蔡英文的左手右手里面呢 有两套说法 一套是绝无此次 另一套是根本就要开始开征战争税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 如果还要征战争税 何得要有理由 首先你已经征了很多税 为什么还要征战争税 接着你还征战争税 谁来给你这个钱 因为太多人已经是穷人了 例如我再三说过 台湾有60%的人 他的存款是趋近于只有50万台币以内 也就是大概10万人民币左右 或者10万港币左右 甚至11万5美金左右 那么这样的人 他哪有钱在付你钱呢 还有台湾大概有20%的人 他是根本没存款 那你说你的战争税跟谁捐呢 你只能跟有钱跟捐 问题是有钱他有的是办法把税给逃走 而且他也不会愿意再交罪 所以你的战争税 到底怎么个捐法 那就奇怪了 还有一个事情是台湾已经是2357万人 每一年的总预算有两兆多台币 那也就是2万个亿的台币 请问为什么还要存战争税呢 理由也很简单 就是这些钱你别以为看起来很多 如果是美国人来伸手要 这些钱可就变少了 最近美国人啊 要来给台湾要的钱可大了 再三的讲 有两大项 是在蔡英文还没离职 赖心的还没上台 美国人就急吼吼的 好来开单子要钱了 拿两大项 第一大项呢 就是说台湾要自己发射卫星 美国人要来协助 而且啊 两年后就得发射 那他就跟你说啊 一年要250个亿的美金 连给四年就要1000亿的美金 光是这笔钱 台湾其实就已经出不起了 说真的 台湾要是把这笔钱给付了 那么其他事都别做了 比如说机场不用修了 公路不用修了 很多地主建设都不必修缠 所以呢 这他只好放在什么 战争水里面 更别忘了 除了这笔以外 他还要七台潜舰 他说啊 台湾要自己造潜舰 这笔钱就更大了 西部潜舰一步开500亿美金 西部呢 就3500亿美金 你说这还得了 所以啊 你让光是这两大项交通钱的 4500亿呢 就会弄得全台湾啊 最后是什么钱都没了 而且啊 如果满满满算的去花 其实你得算到啊 恐怕20年 所有台湾啊 所有可能找出来的钱钱啊 都把贴上去 都是不够的 所以他只好玩战争水这个游戏啊 谁要打仗 根本打不了仗 应该是为了美国的想要钱 而巧利迷目 来变个战争水 感谢你多看